大家好,我们的作品是可调部剧驻行车 台湾逐渐迈入高龄化的社会,附件辅具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7%就是高龄化社会 14%就是高龄社会,而台湾已经来到了17% 那什么是辅具呢? 只要能够增加、维持或改进身心障碍者的个人能力,就算是辅具 然而市面上的辅具仍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 以下几种是市面上常见的驻步辅具 第一种是四爪手上,只靠单手支撑容易重心部 第二种是驻行器,需要靠使用者以手的力量抬起驻行器向前移动 第三种是散步推车,也是必须靠手部力量来控制刹车 因此我们就以散步推车作为雏形,改良出了定距机构 而定距机构和刹车最大的不同是 机构可以定出一步的距离就自动卡住车身 而且步行的距离是可以调整的 安全防护的功能我们完成了以下几点 在天色昏暗时自动开启车灯 可以在手机上监控步行距离 可以侦测心跳体征 在发生倾倒时,发出警报声 接着是我们机构设计的部分 包含了车架、握把及开门杆 开门杆的部分我们是设计由下往上做开关的动作 避免使用者在使用时打伤头部 我们的机构包含了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的行程限制器 第二个是我们的定距驱动连杆组 第三个是我们的皮带轮组 以及我们的定距装置 第一个是我们的行程限制器 由固定键、活动键以及导楼杆手组成 透过旋转导楼杆上的小手轮 可以改变连杆组输入的角度 而不同的输入角度可以改变输出布局的大小 第二个是我们的定距驱动连杆组 分别由固定杆、输入杆、输出杆及偶杆组成 而这个机构是属于一种双摇杆四连杆组 我们使用了两组皮带轮组 第一组是由四连杆传动到定距装置 第二组则是由定距装置传送到轮轴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用定时皮带轮呢 相较于其他的传动方式 定时皮带轮在噪音、振动及确动性上 都有比较大的优势 再来说我们定距装置 分成了弓箭和母键 透过母键上的指动螺丝 来卡住弓箭上的键 以达到定距的效果 接着是座椅的部分 当使用者行走累了 可以借由把手放下座椅稍作休息 接着是我们安全设计及控制的部分 我们使用了Arduino来完成所需的功能 我们使用了四块Arduino 分别负责不同的功能 来完成这个安全防护系统 第一块Arduino负责 侦测环件光线亮度 适时的开启车灯 第二块Arduino负责计算步行的距离 第三块Arduino负责 量测心跳体征 第四块负责感测 车身是否发生翻覆 适时发出警报声寻求帮助 在各块板子收集到资料后 会透过SQC协定 传回到Master 当收集到各块板子资料后 会统一透过蓝牙 传到Android的手机 而第一块Arduino使用的是光明电阻 侦测环境亮度 在程式中可设定光线门槛 当环境光线低于我们所设定的数值 就会自动开启车灯 在这个短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使用者从亮的地方慢慢走到 光线较弱处 车灯就自动开启了 第二块Arduino使用的是光编码器 侦测轮轴转动的圈数 光编码器运作的方式是由 左边的LED照射光线 经过中间的光炸圆盘 到右边的接收器 透过计算间断的讯号 我们就可以得知步行的距离 第三块Arduino负责量测心跳体征 我们使用的是Pulse Sensor来进行侦测 并透过Pulse Sensor来进行即时监控 第四块Arduino负责其他感测器的感测功能 其中我们使用倾斜开关来感测车身是否倾斜 我们将两个倾斜开关杆装在左右45度 让倾斜时能在最短时间内发现 并发出警报声 我们使用了Gyro监测车身现在的移动状况 在各块板子侦测的同时 Master会向每块板子要求资料 当各块板子都将资料回传后 就等待Android手机准备接收 将资料传送给手机 这次手机的APP 我们使用的是MIT所设计的App Inventor Tool来制作 App Inventor Tool是一个不需要下载的云端APP开发平台 使用它不需要有程式语言的背景 透过图形化的界面 就能够简单设计出自己要的APP 要设计一个APP 首先要设计一个使用者界面 接着设计界面中每个按钮的功能 最后就可以测试并开始使用了 我们在制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实际走访医院的复健科 查看病患复健情形 也要向下看老人们使用复健器材的状况 最后在我们亲手制作下 完成了这台可调步居住行车 我们相信这台可调步居住行车 可以改善许多使用者使用上的不方便 让使用者能够尽速恢复自主行走的能力 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